在彰化方苑這邊 有一個外籍勞工的 有一個越南小吃店 他是差一點丟了錢了 這是越南人搶越南人的 同鄉搶劫的案件 有一名越南籍的男子 他勒婚的老闆娘洗劫的財務 之後呢自己藏在山區 現在警方是巡洩 把人逮捕歸案 方苑工業區附近 越南小吃店林立 只要放假 許多外籍勞工都會來店內 吃家鄉菜 解解禪 不過這名男子 因為欠債 常來店裡 知道老闆娘月初 都會有賬款進來 於是心生歹念 趁越南籍老闆娘 在整理卡拉OK時 從背後動手勒住脖子 越南籍男子大肆搜刮財務 連國際電話卡也偷走 逃往南投仁愛鄉山區 躲藏 警方根據線報 前往埋伏抓人 越南籍來搶劫 洗劫越南小吃店的 是第一次 但是我們就是 我們是覺得說 同樣同鄉 還會來找同鄉下手的 這種案件不多啦 都是來一箱打拚賺錢 沒有互相扶持 反而動手搶劫 善心的老闆娘諒解 她是為情勢所逼 事後不願追究傷害刑責 但至於搶劫部分 警方人依法移送法辦 明星文彰化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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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